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导致数万名客户遭遇服务中断 包括旧金山在内的主要城市的电话和短信 以及紧急服务都受到了影响 Verizon和T-Mobile的用户也报告了一些网络中断 数字服务跟踪网站Dawn Detector说 有关ATNT网络中断的报告似乎是在大约同一时间开始的 也就是美东时间凌晨三点刚过 大约三个小时之后 这种情况似乎有所减弱 然后再次回升 截至到美东时间早上10点 已经接到了7万份报告 该网站显示受影响的城市包括旧金山 洛杉矶 休斯顿 达拉斯 芝加哥 费城和亚特兰大 当Detector网站还显示 同一时段Verizon和T-Mobile的客户也报告了数千次服务中断 ATNT在至CNBC的一份声明当中说 我们的一些客户今天早上遇到了无限服务中断 我们的网络团队立即采取行动 到目前为止 四分之三的网络已经恢复 我们正在尽快恢复对剩余客户的服务 目前尚不清楚总共有多少人受到影响 也不清楚导致服务中断的原因 但美国网络安全机构表示 没有迹象表明ATNT的网络中断与网络攻击有关 在过去的几天里 该公司遇到了零星的故障 包括东南部部分地区的911服务临时中断 周四凌晨一些城市的911服务也遇到了困难 旧金山消防局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布的一篇帖子称 故障影响了人们拨打911获得紧急服务 马州警方称人们纷纷致电911中心 试图确定他们手机的紧急服务是否受影响 马州警方在X上的一篇帖子当中说 请不要这样做 如果你可以通过手机服务成功拨打非紧急电话 那么你的911服务也会正常工作 为费城及其郊区服务的交通系统 SEPTA在X上表示 由于ATNT的通行中断 一些列车可能会出现延误 但所有列车都在按计划或接近按计划运行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 前总统川普周二在南卡州格林维尔举行的市政厅活动当中 确认了他的副总统候选人名单 Fox新闻的英格拉哈姆在活动上向川普提问 传言当中的副总统候选人的名字 是否确实在他的潜在竞选伙伴的名单上 这份名单包括三名前共和党候选人 分别是国会参议员蒂姆斯科特 企业家维维克拉马斯瓦米和佛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此外川普还证实了佛州国会众议员拜伦多纳尔斯 南达科塔州州长克里斯蒂诺姆和前夏威夷州国会众议员 土耳西加巴德也在名单之列 川普证实他们都在他的候选名单上 但没有提供何时宣布副总统人选的时间表 川普说所有这些人都不错 他们都很可靠 川普解释说他希望竞选伙伴能从选民的立场帮助他 并表示他希望有人在边境电动汽车和高利率等问题上有常识 川普还特别赞扬了斯科特对他的支持 斯科特当时就在市政厅活动的观众席中 这位南卡州国会参议员在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之后 于11月终止了他的共和党初选竞选 现在他支持了川普 并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一直为川普助选 当被问及竞选搭档时 川普指着斯科特说 很多人都在谈论那边那位先生 他一直很棒 他一直是一个伟大的倡导者 川普继续说我不得不说一句话 但是一种非常积极的表达意思 那就是斯科特相对于他自己的竞选来说 其实更适合配合我 我看了他的竞选活动 他不喜欢谈论自己 但他确实很爱谈论川普 在周六的共和党初选当中 川普的对手是仅存的挑战者 前南卡州州长海利 根据The Hill的民调显示 川普目前以63.8% 对33.1%领先海利 养子健身 法拉盛首家顶级华人健身俱乐部 38大道与缅街交界处 会员免费停车 347556 5391 太平洋抽油烟机农历新年促销 现正举行 多款强力型号正在减价 并加送赠品 布鲁克林陈列市更有幸运大抽奖活动 来关注一起案件 两名马里兰州的华裔男子 因从苹果公司骗取总值超过300万元的iPhone 而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 据报道 孙浩天和薛鹏飞都为中国公民 他们被指在华盛顿特区 参与了一项复杂的计划 旨在从科技巨头苹果公司那里 以伪造的iPhone骗取正品 检方称 在2017年5月至2019年9月期间 孙薛和其他共谋者 将假的iPhone送到苹果公司进行维修 并收到了正品iPhone作为补偿 据悉 这两人通过华盛顿特区各处的UPS邮箱 收取从香港寄来的假iPhone 然后送到苹果专卖店进行维修 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他们共计收到了5000多部真的iPhone 因为假手机有着真假难辨的序列号和或IMEI号 检方称2017年孙用他的马里兰驾照和大学ID开通了8个UPS邮箱 并在后续犯罪过程当中使用了假名 但最终于2019年12月5号被捕 陪审团已经判定孙和薛犯有邮件欺诈罪和串谋邮邮欺诈罪 他们将于6月21号被量刑 每人将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 继续来关注新闻热点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日前与加州的圣地亚哥动物园就新一轮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事宜达成一致 并签署了合作协议 圣地亚哥动物园有望在今年夏天再次迎来一对大熊猫 远方官员对媒体表示 如果所有许可和其他要求能获得批准 一熊一子两只大熊猫最早可于今年夏末抵达 圣地亚哥动物园野生动物联盟的梅根欧文说 中国考虑送来的一对大熊猫 包括此前旅居圣地亚哥动物园的白云和高高的后代 他是一只雌性熊猫 白云是在中国的大熊猫保护中心出生的 在圣地亚哥动物园生活了20多年产下6只幼崽 他和他的儿子是该园最后一批大熊猫 于2019年被送回中国 高高是野生大熊猫 2003年到2018年期间 旅居圣地亚哥动物园 在熊猫全部返还之后 圣地亚哥动物园仍持续与中方展开合作 欧文说中方专家将与熊猫一同抵美 并在动物园工作数个月 视线聚焦美东 纽约一家上诉法院周三裁定 一项允许非公民在纽约市地方选举当中投票的法律 的裁决当中写道我们认为这项地方法律的颁布违反了纽约州宪法和市政自治法因此必须宣布无效 此前纽约市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在2022年裁定该法律违反了该州宪法 如果这项法律得以实施估计将允许80万非公民在纽约市投票 亚当斯在2022年颁布该法律时表达了支持 尽管他此前曾经提出过担忧 亚当斯当时在一份声明当中说 我相信纽约人应该在他们的政府当中有发言权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并将继续支持这项重要的立法 继续来关注纽约方面的消息 根据反贫困非盈利组织罗宾汉和哥伦比亚大学贫困与社会政策中心的一份新报告 超过一半的纽约市居民生活贫困或属于低收入 根据这份贫困年度追踪报告 在2021年至2022年期间 纽约市五个行政区的贫困人口从150万增加到200万 根据人口普查局的数据 这50万人的增长使纽约市当年的贫困率达到了23% 是全美平均水平11.5%的两倍 2022年纽约市一个年收入为4.4万元的租房的四口之家 将处于贫困线的门槛 而单身成年租房者的贫困线为年收入2.03万元 报告显示 纽约市陷入贫困的儿童人数在那一年急剧上升 从15%上升到25%远远高于16.3%的全国水平 报告显示 纽约市西语役居民最有可能生活在贫困当中 贫困率为26%是白人的两倍 而非裔的贫困率为24% 亚裔为23% 以上就是今天中文热点的全部新闻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点赞关注 你也可以点击屏幕下的小铃铛 更及时的获得新闻推送 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再不见不散咯 意外伤害 我们来帮你 保罗爱里斯律师楼 718-785-8080 718-785 帮你帮你